为了鼓励偏乡学子用功念书 同时过一个充实的寒假生活 国泰慈善基金会在20号当天 来到瑞邦区及庆国校 在学校休业室的这一天 颁发新住民及原住民等学生 表现优秀奖学金 共有一百多人受惠 为了鼓励偏乡学子用功念书 同时过一个充实的寒假生活 国泰慈善基金会在20号当天 来到瑞邦区及庆国校 在学校休业市至天 颁发新住民及原住民等学生 表现优秀奖学金 共有一百多人受惠 那慈善基金会这一次呢 专门拨了一个款项 在岁末年终之时呢 我们准备了一个小红包 一点点心意 在这边来转送给我们原住民 及新住民的小朋友 让他们未来学业健康身体进步 希望说能够透过这样 一个寒冬送暖的一个活动 能够抛砖引益 让更多人来关心我们一些 弱势的家庭 还有一些清寒的儿童 能够大家能够共襄胜举 吉兴国小除了有吉安公 每年的奖助学金补助外 今年国泰慈善基金会 也来到学校寒冬送暖 针对新住民原住民及其他较弱势的学子 送上奖学金 有人第一次拿到奖学金好开心 有人要存起来当教育基金 有人则是趁春节假期 好好的利用这笔奖学金 是国泰公益集团 拿到这笔钱你会 拿来花 花在玩具上 我应该会存起来 这样以后就能花了 因为我之前都没有拿过 所以要感谢他们给我这笔奖学金 谢谢他们 发给我们这个奖金 国泰寒冬送暖活动 期待能抛砖引玉 鼓励在场所有大朋友小朋友 能把这份爱心传递的更远 传到台湾每个角落 介绍为瑞芳采访报道